詞曲 李宗盛 我做到數位 2000年的數位照片的時候 那個是風吹的時間 可是做了十年我也累了 我覺得我很害怕 為什麼十年都要變一日風格 我很怕我熟練生巧 然後我會變成降氣 其實這一點是我一直警惕自己 就是不要變成降氣 好看喔 這組很漂亮 這組很漂亮 我覺得是要讓它自己降 等一下 你在降 為什麼呢 剛剛好 好 我再來吃看看 好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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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憶裡頭魔術就是 你眼睜睜看起來 它是反而不是真的 但是本質是假的 這次大部分都是魔術的 但魔術可以分兩種 一種是手法 那有一種就是 用魔術道具的 機關的設計 然後用魔術道具 用魔術有打開 然後用魔術的 用魔術的 開口 衣服的 用魔術的 拆開 電視器 用魔術的 用魔術的 可以使用魔術的 用魔術的 用魔術的 就是在這邊打轉而已 頂多積水只有積到這裡 所以現在我又看到一道彩虹 一開始說正的 他習慣性有一點傾斜 他是正常的 他也蠻好看的 後面我其實從一開始聽到說 要正正正正 現在是正的 慢慢你就不清楚就好了 你看起來 從外面看起來好像我在談愛情 事實上這作品我在談生命耶 這一張很高喔 這一點的 那你身上是最高的 其實我這一次 是一個魔鬼跟天使的混合體 你知道就是說 我讓你掉得很清純的眼淚 然後其實他也有潛在一種不安 每個人對愛情總是有一種想像 或者是他對一個憧憬 對一個言行 那我們這作品叫 《心滿足人的潛意識》 這個楊明山在我四十歲的時候搬來這裡 那經過了七八年 我一離開這裡七八年 所以春秋葛 再會把春秋葛 其實是我跟洪東在這裡創作出來的 然後我這裡轉到影像 可是早期的影像是多媒體的 我一直到了兩千年以後再轉到數位影像 以前是軟的演出 完全你自給自足 這次我們希望很多人協助你啊 就倒計的更替對不對 而且時間卡得很準 所以我們這次排演的時間 拉得很長 像這次我們升高 升降的時候都是用機器的 用那個升降台 電動升降台 因為它平穩啊 就像它那個花盆 再重新升起來的時候 完全沒有搖晃啊 不僅我們能夠電動就電動啊 不過我覺得這次道具也是很難搞 這次的那個乳膠 它這個跟佩君那個不一樣 這個比較薄你知道 所以我覺得它有點像紫紮的人 就是在葬禮用的時候 在那個觀音旁邊附身的那個金銅液泥 就是那種紫紮薄薄的 其實它這個卡頭是比較帶有一點死亡的味道 然後佩君那個新手愛的人 我覺得那個比較涉及到愛情 純情 那這個作品其實比較像 過去死亡的照片 我的人生觀真的越來越溫潤 我看什麼事物 常常就是越看越順眼 這是真的啊 然後我覺得 好像我的功力跟我的人生業力 我足以 足以 欸我要講 生命是也嚴重的課題 但是呢 這麼沉重的生命的 的承載 可是我做出來是很輕鬆的 你看看起來好像在魔術表演 好像在戲唸 但事實上 我在 之前德國台青特別講的時候 評審團給我的評語 就是說 我的作品能夠表現一種幽默 然後 對生命的一種 脊重若輕的情境 你知道嗎 的刻畫 脊重若輕就是說 是說生命其實 是很沉重的 可是我用的手法是很輕鬆的 我常常在講就是說 真正 武功高強的人 就像文弱的書生 看不出來他 弱不清風 事實上他 他真的是有武功的 這種境界 作詞理解說 作詞理解說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